这个事情很顺 天气也刚好 事情都恰恰好 因为这些护法神想要护持你的时候 他会把你安排得很好 也想要让你知道他在替你安排 因为他才快乐 我在替你安排 你不知道吗 一切都会排得很好 所以各位相信这个力量 无形的护法神 所以诸佛菩萨 护法善神 六道众生都会影响你 父母 祖先 姻亲 赛子都会影响你 那我们要把负面的影响减低 超度 忏悔 正面的影响增多 那各位养成习惯 走到哪里 一点点米 恩啊好 为他念阿弥陀佛 那你有时间 你要加念新经 你愿意念每一个咒语念一两遍 那最后 回向他们往生净土 当然你再有时间 你要观想 你们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呢 因为世间的一切都不究竟是苦啊 那西方极乐世界那边 没有意识分别 所以不起贪嗔痴啊 所以是乐啊 不但是乐 还可以进一步 供养诸佛得寿祭 学习菩萨不退转 哇 悲啊 大悲大怨 那就趁愿再来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满足了各类的众生 叫九品往生 都可以得到利益 每个人都很喜欢叫发菩提心 那怎么样才叫能够发菩提心 那要具足什么 这里面有至少二十四个重点 那当然各位 我们读了好几遍了 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做 然后做得怎么样 还是要互相一直反省 检讨 鼓励 就像我们天天念心经 那到底我们的空性现在有几分呢 空性假设一百分成佛 那我的空性有几分呢 因为空性代表破我执法执 那这个太重要了 所有的痛苦来自于我执 所以那你到底空性有几分 这个各位一定要努力 就像一个得癌细胞的人 没事就去抽血检查 抽血检查 看我的指数有没有降低 对不对 那这一点你一定要检查 千万不要一直问钱赚了没有 超度是要超度 但是那个不是生命主要的目的 老实说超度不完的 就近的超度是你安住在一个 觉性空性菩提心 然后就算他来在你身上 能够超度的人马上超度 现在多了可能还没有交流完 还不了解他 但是不会怎么样的痛苦 但是不能一直关心在上面 佛说音论音 所有的根源不离开我们的心 然后最圆满的心叫无上菩提心 所以一直研究实践无上菩提心 而去看经典 那这一点 各位要很认真 所以怎么样可以发菩提心呢 那佛徒说要必尽成就 必尽 不能说这十二条就一条 或是这一条你就做个不圆满 那就不行 要必尽就是一百分 成就就是实践了 这十二法 成你的个性 可以讲个性吧 自信本来就是相信 我就是要修大乘佛教 那唯有修大乘法 才能够成佛利益众生 而不能为了个人的福报 人天福报 个人的解脱 如果你修行的时候的目的 供养也好 持戒也好 放生也好 做个焉供点灯 都还有所谓 我为我儿子 我为我未来 那当然会有功德 会有福报 那这个福报 你想说到 它就不见了 它就没办法融入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的功德 所以要自信里面 习惯 刚刚讲的发大心 菩提心如太阳 菩提心如大海 要这样 让自己心量广大 这样才可以离开小乘 小乘不是不能解脱 身文乘圆确实可以解脱 但他活着是为了个人解脱 不是为众生 所以如何让自信里面 习惯于 我本来 我本来修行就是为了 大乘的菩提心 所以要养成这个 就像你现在是皇帝 别人骂你 我是皇帝 你怎么骂我 因为我本来就是皇帝 这个叫自信 他一直认为我就是皇帝 谁敢欺负他 皇帝来 我们要让路给他的 这是自然的 那各位要让自己相信 从我们的自信里面 相信 唯有发菩提心 用大乘佛教来修行 自信就是你本来面目 刚刚讲了 本来清净了 慈悲 有些人生下来就不想害人 想要帮助别人 熊小朋友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网路电视有一些小朋友 他就写信帮人家要衣服 去送给穷人 跟人家要食物 去送给穷人 这个叫 他爸爸妈妈没教他 所以各位这辈子要努力的 修大悲心 那一直努力努力 生生世世你就变成 这个是一个好的习惯性 叫自信成就 反正来我不会伤害人 我不会伤害已经不错了 但是我要去帮助众生 因为帮助众生 所以要圆满一切 善法 清净的帮助众生的方法 所以什么都要会 未遇巨足 诸百法固 有人生病我来学医 有人心里不舒服 我来学心理学 乃是佛法的心法 因为 悲就是帮助众生 所以众生需要什么 我就是巨足什么 而且方法我都有了 有钱还有方法 那要这样去培养自己的自信 所以他才能够发起真正的菩提心 如果你自己怀疑 那就没办法 修行就是修行 不用拐弯磨脚 就是为了解脱 但是解脱还不够 我活着就要帮助众生都解脱 执行本行坚固 不虚伪 不弯弯区区 本来就是为了帮助众生解脱 那这个叫 我认为很多人受菩萨戒 乃至出家 他都认为说 我们出家本来就是要帮助众生的 但是 没有做到 凡事变成有一点 势力啊 有缘没缘啊 多少钱的时候 那就麻烦了 但是如果是这种心态的 执行本行兼顾的人 你叫他说 你帮我念第一张经 多少钱 你不用找我 这个 我去就不要钱 因为你给我机会 那你也不会随喜人家去造这个恶业 所以各位的根本 厌离生死轮回 得到解脱 不但是自己 而且要帮助所有的众生 要本来就是这么想 也在这么做 才叫发菩提心 那你自然 成就大悲也好 自信 具足也好 那你叫努力啊 你不能说 我要买一栋大楼 整天不赚钱 那你怎么买 你一定要去作业啊 那叫善及一切功德 以菩提心 身心因果的菩提心 点灯啊 帮助穷人啊 念佛啊 诵迹啊 那这样才可以圆满 菩萨道 黑就是恶业 白就是清净的意思 不但清净 无所求 又能够回向众生去慈悲 叫白法 所以 为善供养诸佛 所以佛陀说 帮助众生慈悲 才是供养诸佛 好吧 佛钱大供养 这个都是啊 一杯水也好啊 这样经常去供养诸佛 修菩提心 就是要帮助众生 进一步呢 还要成为众生的模范 所以 身口意三叶清净 那么 为了离开一切诸恶行 就是不善行 所以 要发菩提心 那你发菩提心 你一定要远离恶之士 什么叫恶之士 他的心 没有正见 他的心 是有一点执着贪嗔痴的 他的心 对因果 在某一些部分 是怀疑的 等等 那这些一定要远离 然后呢 进一步 去亲近 真实发菩提心 部分在家的善知识 这样才能够圆满菩提心 我们看佛经 听了佛法 你觉得有道理 那你就按照这样说了 去修行 这样呢 才不会去欺骗 不虚妄狂众生故 那这样 才能够发现 菩提心 为了想要帮助一切众生 当然古时候的人 没有什么 他们就是养动物啊 乃至买卖东西啊 但是呢 虽然他这么做 但是他不贪心 也不迁 不贪 也不吝啬 所以才能够发菩提心 那我们修行 要让诸佛欢喜 你去施死 让诸佛欢喜 你去放生 让诸佛欢喜 你专心念佛 让诸佛欢喜 所以 为了得到诸佛的加持 为了离开一些魔怨故 如果我们这样去做 那我们就可以发起菩提心 那你要发菩提心 要对众生起了大慈心 而且 舍掉 执着 内外一切 东西 房子啊 车子啊 因为 如果你想要出家嘛 做菩萨 那你不能拥有 世间太多 那个是个拖累 拖累 还会造业 法行律可以简单的解释说 实践佛法的能力 讲慈悲心 讲空性 也好 讲我们去帮助众生 你都有在实践 那这样呢 就可以成就所有功德 那谁才叫 发菩提心 你去实践 你就会 你就会更了解 毕竟圆满 你还可以成就发菩提心 还有几张 我们要 请问 在家人做烟酒买卖的生意 家人没学佛 我可以受菩萨戒吗 如果不是你直接参与啊 是家人买卖了 你可以受菩萨戒 那以菩萨戒的立场 多回向给他们有福报 慢慢也在思想上 去引导他们 所以 如果你直接去参与买卖 那就算不好了 对菩萨戒就不圆满 但是就算 你没有直接参与买卖 但是你在这个家里生活 用到这些钱 那还是有一些贡业吧 那怎么办 那你就一直回向啊 因为这是你的因缘 搞不好你趁愿再来的时候 你要度他们 那但是你心里面保持惭愧心 多回向给他们 多帮他们供水 因为水就是净化 净化 烟酒 然后呢 也多帮他们做烟供或点香 净化 卖烟 对不对 然后甚至阴经典 你有在做 但是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挫折 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挫折 比如说有人会说 师父 我真想吃素 但我老公不让我吃素 我爸爸不让你吃素 我说你把吃素放在心里就好 现在呢 自己都做别的 你不要在这边 卡在这上面做借口 因为你修一颗慈悲心 无称恨的心 比你吃素功德还大 而且你吃了肉 你有惭愧心 也替你家里吃肉的人忏悔 这样就好了 但是不要一直 让自己一个灰心的状态 受菩萨戒 不小心做错或犯戒 如果亲戒自己在佛前忏悔 如果仲戒 就能够找到菩萨戒法师 然后呢 很多菩萨戒法师 大家都传说过 就请他 就是做证明 这样忏悔 各位记住 当你看到对方苦难 我们只是生起一个悲心 而不是落在这个苦难 不是落在这个苦难 而且提醒他在苦难 这不行 这个苦难 让我们生起悲心 哦 我要来帮忙你 没问题了 我帮你点灯 我让你去 你要一直给他正面的 你千万不要 带回那个苦难 让他去受苦 不要 不要让对方有 记忆上的受苦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 多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